今天是常年期的第六主日 主日听的是路加福音第六章 在马来的第五章强调的《珍福八端》 与我们今天听的路加福音第六章强调的四种珍福 值得我们去检视这两个列表之间有什么差异 在马来的福音当中耶稣是坐在山顶宣布珍福 而路加耶稣在平原宣布珍福 这是一个刺肉的细节 不过更重要就是马来的福音第八个有福 而路加是说四个有福 不过另外加多四个有和 马来的福音强调珍福的精神层面 而路加强调他的现世意义 路加所强调的全部是在实际生活中的事实 因为我们看看今天路加福音的片段 为了明白他的意思 必须是明白珍福是跟谁说的 耶稣徒他的门徒落山站在平地上 就是对门徒说的 就是对当时的基督徒团体说的 很明显是珍福的接受者 还有跟着有没有不是对一般的大众 而是对耶稣的门徒 最终是对所有基督徒团体的成员说的 路加总结说 他们要将船撑到岸边 要舍弃一切跟随他 这种志愿贫穷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 而是基督徒的基本态度和特征 同样 你们中无论哪一个 如果不舍弃他所有的一切 不能够做耶稣的门徒 那怎算是舍弃一切呢? 我们知道耶稣从来他不鄙视财富 也都不要求他毁灭 现实的财富其实是宝贵的 在生命中不好缺少的 但必须要保持适当的位置 如果我们高估了他们 或者将他们变成偶长 那这个就有了 受到上主的话 启发的人将财富放在一个适当的价值 人应该要适当地去运用财富 首先要意识到财富不是属于自己 他只是一个管理者 和按照上主的计划去进行投资 他收到的全部是天主给的伯伯的礼物 也要将他们伯伯得到的 和其他人分享 基督徒徒的理念 并不是贫穷 而是一个具有 福音贫穷精神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面 没有人只是为自己积蓄财保 也没有任何人感受到无助 每一位都是从天主领受到所得到 随时都愿意为其他弟兄姊妹服务 至于所谓四个和 简单是对有福的否定 提醒门徒要少少小心 不要被世俗的原则所誘惑 当人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 只是为自己积蓄财保的时间 其实他迷失了方向 他们只是从人里面接受祝好或者欣赏 而不是从天主那里接受欣赏 在这个疫情之下 运输业、饮食业、美容、旅游业等等的生计大受影响 不少的家庭因而申请失业的中环 有些已经转行 有堂居为了失业或者就业的不足人士 派发一些食物支援 也在新年前送上贺莲的物品 在艰痕的疫情当中顺上温柔 其实教育可以多走一步 去关心社会里面有需要的人 比如留意区里面的清洁工人 拾荒者或者怒宿者 向他们送上口罩或者派利是 挥出或者说一句祝福的说话 为他们都带来关爱和平安 我们很感谢天主 其实很多堂居 纷纷以网络的联系的方式 来和教徒联系 青年和神父修里唱的贺莲歌曲 有些武师带领青年向堂基教育拜年 也目职团和教育一起唱一些公教的贺莲歌 由神父修里送上祝福语 也同居分别在年二十九年初一 举行直播彌撒 和教友在新春前后赐恩和求恩 也目职团拍一些短片 能够拿着徽春贺莲物品 但年初一和教友拜年 其实在这个农历新年期间 我们说其实不单止是那段时间 其实每日实体生活里面 我们会很具体去回应 去实践教育所说的众家之家 一些具体的行动 我们鼓励教友多些关心 周围特别的獨居长者 这只是展示教会是一个大的家庭 借着教育和神父之家的临在 继续向外送暖 一齐一个团圆 一齐面对这个疫情 和这个困境当中 大家守望相助 圣堂是关闭 但我们的心是需要继续开的 我们的心继续向不同的人 有需要的人向我们开放 借着每日我们在祈祷当中 为他们纪念 以及我们尽量去使得接触到的人 包括我们亲朋即友 能够给他们多一段温暖 给他们多一段安心 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回应 今天振幅的意义 天主抱有